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 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哦 大家好我是花枝丸 那我們上一集CP值小教室上集呢 有講到教大家怎麼投資正確的角色 不要浪費不該浪費的資源 然後去點一些錯誤的角色 那我們下一集 也就是這一集講解給大家的是 怎麼去分配潛能 怎樣分配潛能是最正確最省潛的 CP值最高的方法 那接下來我會為大家整理一些 潛能部分的圖片 哪些角色適合用哪些潛能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我們今天的CP值教室下集吧 那我們台服已經出了新的一般潛能了 這些潛能還在測試階段中 那相信大家玩這遊戲也濃了一陣子了 如果要分解掉5級的潛能是非常傷材料的 那為了保護我們的錢包 我們今天就先討論舊的慣用潛能吧 好小 那這是我自己為大家整理出來的潛能表格圖 我們從黃色的潛能開始講起 我們可以發現到 中鋒大部分會帶的潛能都是扣籃籃板的 然後鏡頭籃板也有中鋒用得到 但是鏡頭籃板用的角色只有赤木跟高砂 如果你投資這個的話就會很傷 那所以我們如果你是玩 主要是玩中頭的玩家 我會比較建議 你就是帶扣籃跟籃板 那也有因為我們上一集有講到 哪些角色是T1講到T2 一直到T4都有做排序 那大家可以利用上一集的表格 跟這一集的表格做對照 然後來找自己比較適合自己玩 比較省錢的玩法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表格看到 中頭主攻的角色是最多的 幾乎每一隻角色都要帶到中頭主攻 除了一些傳統C位之外 其他角色都一律要帶中頭 那特別注意的是 中頭超在這邊有一些角色會有變化 而阿牧的話 有的人會先帶中頭超級 來增加自己的超級 但是如果你投資了超級的話 就會變成其他角色都不慣用 中頭超級的角色就會限制你的口袋池 所以我們要先理解 每隻角色帶的潛能分別是什麼 那我已經幫大家思考一些比較特別的要素 像是什麼紙草會帶三分跟兩分 或是這種三分紙草的奇怪套路 也會幫大家換進去 那經過全部的排序之後 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中頭主攻就是最有效的 如果你的潛能還沒有點滿的話 建議以律優先先點滿這個中頭主攻 是最好的 因為他的投資報酬也是最高的 他可以讓你練更多的角色 那騎士是我們的超級 那我們三分是最慘的 三分幾乎上就這三隻而已 他也沒有其他變化 除非後面工藝出了才會有變化 那所以大家盡量照著這個表格走是最好的投資 黃色潛能的部分 那接下來要帶大家來看我們藍色的潛能 大家從這個整理出來的表格可以發現 我們中鋒傳統中鋒 基本上大概就是力量鏡頭 或是力量扣籃這兩種 那我們有關於中頭的角色 幾乎全部一字排開 就是要帶彈跳中頭 因為彈跳是這個遊戲 藍色潛能 彈跳跟力量是這個遊戲加最多的一個東西 所以彈跳的部分的話 還有中頭我會是最建議的 那從這個表格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名是彈跳中頭 第二名是傳控中頭 那就可以用這個表格來去找 你的潛能該怎麼投資 表格列出來之後就會很明顯發現 我們投資彈跳中頭 跟傳控中頭是比較不虧的選擇 因為他可以帶你的角色池比較廣一點 那你如果只選擇了三分傳控的話 就變成你的口袋是被限縮 那可能你會遇到沒有中鋒的情況 你就會沒有第二套來去玩中鋒的潛能 那你看池上的初始能量套也是 雖然池上大家都知道能量套很強 但是你帶了會變成你的角色池受限 除非 除非你很有錢 但是你很有錢的話 就全部角色都會買 就不用看這種CP值的影片了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藍色的話就是投資我們的彈跳中頭 還有傳控中頭 那如果你是玩傳統C位的人 你就可以帶我們力量扣籃跟力量鏡頭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綠色潛能的部分 那經過我的整理之後 整理下的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基本上傳統要需要搶籃板的裝備 都是要帶彈跳籃板的 那有的人也會帶力量籃板 像是花形正常會帶彈跳 有的人會帶力量 力量可以增加一些主攻值 有些人會想要彌補自己的短缺 那我會覺得說 彈跳籃板跟力量籃板都可以 只是有個角色比較例外叫做魚住 魚住的話基本上是被綁死 一定要帶力量跟籃板的 那魚住被綁死的原因非常的簡單 就是因為這個角色需要火鍋能力 所以他需要力量 那他也需要一些卡位的板位 然後來去搶籃板 如果力量不高的話 基本上沒辦法跟別人搶籃板 因為他的彈跳不管在怎麼塞 就是比一般的傳統C位 甚至是大前鋒 副板位還要來的低一點 所以我也覺得說魚住被綁死 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不如去練彈跳籃板 因為彈跳籃板的話 傳統軸鋒都可以帶 那有一些像是福田、清田 甚至是我們的仙道 都會有人去帶彈跳籃板這個潛能 所以我會覺得說 投資彈跳籃板 如果你是玩籃板類型 跟副板類型角色的話 我也覺得你把綠色的資源 投資在台灣籃板是最好的 那其他綠色潛能的部分呢 單分抗擾是大家都 基本上玩射手都會帶的 因為這些是 如果你要玩射手 射手的角色是一定要帶的潛能 所以如果你只玩射手的話 那就是有這個選擇而已 是最好的 那傳控抗擾的話 也有人會帶 那這個東西的話 通常是弄在 控球後衛上 像是藤真啊 或者是阿牧 那其他可以塞的位 都盡量塞進來了 就自己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明顯看到 這個表格 比較好 因為就是彈跳籃板 傳控抗擾 跟我們的超級傳控 是最好的投資選擇 那其他的話 我就比較不推薦 像是長古川 跟內藤的主攻力量 我就很不推薦 因為如果你選的那個 會導致於你的角色池限縮 那我們必須要以 不要讓自己的角色池 因為潛能被限速的 牽一下來 學練我們的潛能 那這些潛能 練高之後 也不用擔心資源浪費什麼的 就算後面出了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慢慢把它換回來 所以大家應該照我的表格走 是最好的投資方式 那最後呢 是我們特質潛能的部分 我一路幫大家 從中鋒歸類到 我們的控球後衛的特質潛能 那大家可以很明顯發現 有一個潛能 不斷不斷的在重複 叫做我們的投籃封鎖 所以投籃封鎖 不管你打哪個位置 都很需要這個潛能 那大家就盡量去投資那個 角色史最全面 然後大家都最需要的潛能 那你可以看我們的 三分特質潛能 你可以很明顯的 發現到我們的 三分特質潛能 就只有那幾隻角色用的到而已 其他位置 完全用不到 手感提升跟永不連氣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練角的話 盡量選擇 大顆特質潛能 可以通用的角色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中鋒特質潛能 一般 如果是花形的話比較特力 他會帶到雙塔奇兵 隊友的信任 跟重搶籃板 還有投籃封鎖 那 傳統C位的話 像魚柱啊 或是赤木啊 都是帶我們的 投籃封鎖 空中戰鬥 控制比賽 跟卡位的目的 尤其是卡位的目的 是最重要的 那中鋒基本上 必帶卡位的目的 還有我們的自助 那也可以帶多一點歡呼 魚柱跟赤木都是可以帶多一點歡呼的 那沒有放進去是因為圖片太長了 到時候那個畫面可能會破圖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然後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中鋒是可以帶那個 多一點歡呼的 那我們其他很容易重複到的潛能 還有我們隊友的信任 隊友的信任是我認為 這個遊戲很OP的一個特質潛能 因為他接到球就會加5%命中率 我看如果很多人都會帶我們的空位射手 在空位的時候 會加中距離5%投籃命中率 點滿的話 那我會覺得說 當你的牌會越來越高 會守你的人就會越來越多 你空位的機率就越來越低 那這種情況下 你接到球就加5%命中率 跟你空位才能加5%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所以我會覺得隊友的信任 完全大於空位射手 那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是喜歡玩晃人角色 像是阿牧啊 仙道啊 或是藤真的話 這邊都可以帶我們的 接球之王 跟隊友的信任 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投籃封守 基本上是必備的 那特別提到的是 控球部位的部分 那個仙道 最近還滿流行 支柱的帶法 就是他會進去籃下 分球出來 所以仙道是可以帶支柱的 那從這個圖片裡面來看的話 如果你是玩中鋒的人 我會建議你去練 隊友的信任 投籃封鎖 空中戰鬥 還有我們的卡位的目的 來去做選擇 那小前鋒的話 投籃封鎖 對我的信任 接球之王都不錯 三分球的話就是 上數列的這些而已 沒有再更多變化了 那空位的話 大家剛剛也都講過了 就可能多一點歡呼啊 投籃封鎖啊 對我的信任結果上 都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大家照著這個表格去投資的話 就比較不會浪費到不必要的資源 那下次的影片 我會做一隻 每個個別角色 需要用到潛能 最好的跟最不好的排法 然後都會列給大家 大家就可以拿影片來自己看 然後就不用再去發問說 欸我應該要換什麼潛能啊 換什麼東西 當然就不用再一直問問題了 那台服改版後有一些新潛能 我認為這兩個是比較有用的潛能 藍色的傳控彈跳可以增加防守能力 但是要看大家願不願意 犧牲掉那10點的中投能力 所以我覺得藍色的話 有待測試 那主攻彈跳的話 我說實話 在我實測下來有點強 還蠻強的 那我會覺得適合的角色 有仙道啊 流川風啊 藏武川 時尚還有阿福 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內藤的話 我比較不推薦 因為內藤本身的主攻就很強了 那他原本也是帶彈跳籃板的話 然後其實說 彈跳也會給主攻的東西 所以我也覺得內藤沒有必要 去特別換這一顆服 因為內藤本身也是一個副板位 然後我會覺得說 這顆服比較適合這些角色 反正內藤比較不大一點 就是我對新潛能的看法 那之後會再做一集送單給大家看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是花之丸 那喜歡我的Youtube影片呢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 然後打開小鈴鐺 將來會有更多的影片推出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